今天的桌面我們有很多很懷舊的食物 Jacky 我們現在叫你士多佬 但寶珠姐介紹你的時候 你是一個懷舊的士多佬 你的情懷很懷舊 還是跟你的士多的內容很懷舊的事 我想兩樣都有一點 當然產品我們會刻意挑選一些 這些是我們小時候比較有回憶 有些紀念價值的產品 這些我會介紹 都是在一般超市比較少見到 甚至是見不到的東西 但其實他們未絕種 他們依然健在 我們就去找 特意搜羅這些東西出來 第二樣就是 士多以前是一個人流聚集的地方 如果回想80年代的士多 小朋友就躲在裡面偷偷地打遊戲 大人就躲在後蘭偷偷地打牌 其實那個 不用偷偷的 可能很光明正大 對 往往就是一條村 他們聊天交流的一個聚腳點 我們都希望 增加多些人和人之間的交流 所以這也是我們選擇去開一間 士多一間雜貨店的原因 我們真的是相配的 Jacky 你真的看不出來 雖然我身在日本 但其實我是一個士多的第三代東廚 是嗎 你不要裝傻了 如果士多還未倒閉的話 我爺爺是開士多的 是嗎 在油麻地 是 現在沒有了 那條街 叫做長睡街 為什麼那條街會沒有了 改建 因為 不是油麻地那裡有田海 然後現在好像變成進發花園 叫做 噢 但是也有條街在 那條街就沒有了 那條街 不見了 那條街 變成了一個花園 不是啊 那條街進發花園 沒有了 那條街已經消失了 但是 我爺爺 在她 腦袋清醒的時候 就說了很多 她以前在士多的歷史 Jacky說得很對 是聚腳的地方 話說 她的士多 不是很賺錢的 最賺錢是什麼 就是 在檔口 麻雀抽水 整檔 麻雀抽水 對 這個才真正賺到錢 然後 原來 真是小弟都不知道 原來自己的長輩那麼把炮 我們的牆 是有人看的 士多 因為你要整個麻雀桌 你當然要有人照你 這些東西 原來是 呂樂 你說真的嗎 是 我不奇怪 油麻地 油麻地 你想想 這是重點 對 是 呂樂 有一條小弟 會來我們的士多 打籃 所以沒有人敢救我們 所以沒有人敢救我們 真的是安全 不是 應該就不是 應該是會 有時候打籃 拿一瓶維他奶喝 然後不給錢 那些感覺 可能是 他照我們 那就是說 你每天給一瓶維他奶 就抵觸了他 你幫他看東西 不是幫你看東西 不是幫他 維他奶 維他奶加幾成抽水 得回來的收入 我不知道 這些東西 但是 以前的維他奶很值錢 喝得起維他奶 都不惹少 對 經貴的 因為維他奶 我小時候很喜歡 因為我喜歡冬天的時候 喝月維他奶 暖粒粒 暖粒 其實不是喜歡她的味道 而是喜歡她的暖粒粒 那種感覺 是啊 這些東西就是回憶東西 月宇宙去不到那種維他奶的暖粒粒 沒錯 然後除了麻雀之外 我老爸的外號叫 長睡街康樂棋之王 好笑啊 這個 那你那張麻雀桌旁邊 總會有些康樂棋 可以玩一下 那整條街的那些 年輕人都走過來 在這裡玩開樂棋 然後還有一隻狗叫阿旺 那隻狗怎麼來的 不知道怎麼來的 或者隔壁的地方走過來 你想想 回憶到香港以前的模樣 就是這樣的樣子 雖然現在沒有這些 這些小歌 你試試擺台麻將在那裡 現在基本上 那些人都不喜歡逛街 躲在商場 是的 你的地鋪反而是少了人去的 還有士多或辦館 你不覺得已經是 見少又賣少 很適美 沒錯 不知道彩虹村有沒有呢 我小時候在彩虹村 看到有一間叫做 什麼什麼辦館 應該還有 這些比較舊式的屋邨 是啊 舊屋邨其實還有 是啊 辦館 你如果譬如 荃灣福來村那些 他們都會有辦館 還有士多 在裡面 我小時候去買這些東西的時候 就在辦館裡 買得多 即是居多 買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辦館有什麼 太小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三粒糖的東西 有 三粒糖 第四粒去哪裡 因為它很有趣 其實它總共不是三粒 它總共是 它的包裝是 現在我們的 Panadol 即是像止痛藥 但是Panadol 一排很小 很小 類似這樣 但是它是圓形 圓形三粒 而中間 那個包裝 可以對折 撕開它 就變成 它本身是六粒 你撕開它 就變成三粒 那時候 我們小時候 就是吃這些所謂的三粒糖 那我就記得 以前小時候 很喜歡吃三粒糖 而三粒糖 我很記得 它是其中一個成份 是有山渣的 你知道這個我這麼記得嗎 因為那時候很小時候 連字都不懂 山渣這個字 我就懂得山字 不懂得渣字 那為什麼我會這麼有 我和你很相似 那為什麼 那麼有印象 是山渣這個字 我會記得 是因為 吃完那三粒糖 那其實它的成份 是印在石紙裡 迫出來 已經印在哪裏製造 又有什麼成份 然後我姐姐 就給我練獎 她就跟我說 你吃完了沒有 這三粒糖 吃完了 然後她說 你知不知道 這個後面 是抽獎 你看到山渣兩個字 我說我不懂字 姐姐 我就知道山字 山旁邊那個就是 只要你拿著這個包裝 拿回剛才的辦館 你跟她說 你已經中獎 中了山渣餅 然後 人家就會給你一排 山渣餅 我就愚愚 拿著包裝 我中了獎 那個人 我記得辦館的老闆 什麼事啊你 什麼山渣餅 其實是人家的成份 誰叫你過來拿獎 這樣露點你 我姐姐是露點了我 所以我到今次 所以她大個就露點了人 沒錯 所以你問我 最有印象的懷舊食品呢 就是三粒糖 哦 有很多買啊 Jacky 我沒有了 停產了 其實另外有一樣 很多人問的 又是停產了 是 叫做結蓮 什麼來的 結蓮 其實應該跟三粒糖差不多年代 是 其實她類似一個 牛奶味的軟糖 是 那樣子呢 就是一個長條型 是 但是呢 好像一塊沙膠一樣 有兩種顏色 白色和 綠色的 一個深 墨綠色的樣子 是 那個包裝 那個名字就叫做結蓮 不像小白兔的 不像小白兔的 它是長方形一塊 是 那也是很多人吃過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再出的 一些糖果 會不會像我們現在 整天在澳洲 買回來的 鳥結糖 又不同 因為它沒有餡的 沒有餡的 還有它沒有那麼煙韌 沒有鳥結糖那種 那麼煙韌的 是的 但是你上網找結蓮 你就會找到 這一百更多精彩的節目 等待著大家 祝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連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